這集我們會做例子8.16 8.16 也是解決的 x-3開方 x-4 會等於0 我們先抄題目 x-3開方 x-4 會等於0 我們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把開方 x 換作主項 然後兩邊二次 另一個方法就是把開方 x 當作 u 這樣的情況就會變成 Quadratic Equation 這兩個方法我都會做 首先把開方換作主項 因為這個-3不如直接索性扔過去 x-4 會等於3開方 x 兩邊二次之後 x-8 x-16 會等於9x 然後我們把它調到Standard Form x-17 x-16 會等於0 又看到16加1變成17 所以就是16和1這樣的插法 x-16 x-1 會等於0 然後我們會得到 x 等於16 然後我們會把插法 x-1 會等於1 兩個可能性都會發生 然後這兩個只是可能性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否真的符合得到上面 我們要把它代替下去 我們就給它看 就是展開方ov x-16 •17 x 12 16 most 16 Regional 8 16 x-3 16 x 16 -6 -6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他就不对了 于是就不等于0 所以reject 所以x等于1 is rejected 跟着最后答案就是 所以x等于16 is the unique solution 这样 ok 那我们再看 如果他在这里 你就会看到这个方法 真的算是x等于1 或者x等于16 跟书里面的写法一样 我们再做第二个方法 就是这个 x-3 x-3 x-4 等于0 刚才我们做的方法就是 把它换成主行 今次我们就不同了 我们就let u 等于开方 x let 这个 于是呢 这个equation 就会变成 u2-3 u-4 等于0 ok 好 跟着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factorize u-4 u-4 u-1 是会等于0 好了 跟着呢 u等于4 or u等于-1 两个可能性 好了 但我们解决的不是解决 u 我们解决 x 所以我们就要写了 开方 x 就等于4 或者是开方 x 等于-1 不过呢 不会出现负数的 所以这个位置就reject了它 reject了它 于是 x就会等于16 好 x这里是不可以等于-16的 直接是答案来的 我们最终结果一样 但是有没有留意到呢 就是我们的另一个答案 刚才计出来的那个是正1 另一个答案reject了那个 这个计出来的答案是-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人可以解释到 或者有些比较奇怪的解释 也都不需要去解释 就是不同的方法 我们只不过确保最终的结果 是计到一样的 过程之中出现过什么其他的东西 最后被人reject了呢 会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同 有所改变的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总之就是 x等于16就是最终的答案 你们的classwork 都是跟回书 quick practice 8.16 答案是4分1和正9 方法都是类似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了